嘿 董老师 嗨 邀请 我们是要横屏还是要竖屏啊 跟我说是横屏 那跟我们这边说是竖屏 马上 嗨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有个事情我一直想跟你 就是请你回应一下 什么事情 我现在注意到网络上有个风向 我想请你说说你的态度 有点害怕怎么办 你这样说 就是网上有人说如果李佳琪去做主持人的话 何炯就可以退休了 没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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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这样子 还有说李佳琪 还有李佳琪情商高 李佳琪为人自然 就是好似何炯给人的感觉 当然这也是夸我了 但是就是他们就说你会 那个要把我赶走 真的吗 那那个快大北银什么时候对接一下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能觉得看佳琪的直播 跟看快大北银 是一样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开心 然后很舒服 然后或者是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一个点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两个的节目好像有点点像 还有人说咱俩长得像呢 其实长得也有一点点像 哈哈哈哈